この静かな夜に 僕はしてるんだ 君ら 未来の幸せ 探してる 听到熟悉的旋律 歌迷忍不住跟着摇摆 历经三年思念 他们终于回来了 敬老劫三天連假 日本遭逢 台風侵袭 但没有交袭这些歌迷的热情 急爆上野公园的广场 撑着傘也要来会一会老朋友 明天は過ぎ去 日が昇れば また晴れ歌う 美しい君の名前 美しい君の歌詞 歌詞が日本語の歌詞で リハッサルしてる時に 感極まったと グッとき 彼の歌詞用日語 彼の歌詞就打動し 理由はなくて 日本語がスーッと入ってきて すごいと思う 以下右隋旋律 乱哀一把 明明听不懂中文跟台語歌 却好像都能唱进日本朋友的心坎里 这位铁粉从日本追到台湾 2018年在台中看过表演后 《灭火器》在他的生命中 从此不再缺席 《灭火器》在台湾也必须去台湾 也有一个月一、二次去台湾 第一个是他们的歌词 力量的信息 例如自己在悲伤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的歌词 我认为他们很喜欢 台湾如果是你唱到哪里追到哪里 你那感觉还好 因为高铁就静静的 可是不管我们在东北演出 还是在冲绳演出 这批怨迷都会到 所以就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住东京还是住哪里这样的 就是台湾大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飞来看他们看 真的假的 然后是每天台湾玩这样 许多日本歌迷都从这首歌开始认识《灭火器》 这张专辑起因于2015年才刚拿下金曲奖的他们 与钱东家爆发合约纠纷 主称阳大镇还历经感情低潮 乐团一度命令解散危机 我们经历了一个很深的低潮 所以就决定 在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 我们三个人 那时候科工还没加入 我们就跑到日本的一个小岛 回台后面火器干脆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但资金捉襟见肘 日本观光厅邀请他们到东北 宣传三一灾后复兴 这笔资金像是及时雨 补足了专辑发行的缺口 乐团能够运作下去 还成为打开日本市场的契机 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东北的灾区是在一个重申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乐团 在发行这一张唱片 同样也是一个重申的过程 台湾自身也有很困难的时候 什么意思 互相通知的地方 我都很愉快 我都很愉快 我希望明天也没有在疫情 但是 我都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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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火器透过音乐 为日本灾区加油 也传达台日友情 获得外物大成奖 成为台湾第一人 有朋友的地方 就会变成你喜欢的地方 那个感觉就不会像是 到了国外一样 会好像是我去台南找朋友 日本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 从三位喜爱摇滚乐的高中同学开始 面火器的音乐录也曾经穷到 连肚子都填不饱 这是我们大概高中毕业的时候 自己手工做的一张CD 我们自己去列印封面 自己去烧录CD 然后自己买盒子来装 会带在我们表演现场卖 观众看了你表演喜欢你的音乐 那他就会50块买一张这个 然后回去就可以听你的歌 走过二十二年的音乐路 如今拥有一票海内外的粉丝 现在也当了老板 面火器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其实当经营者蛮累的 可是我会发现在台湾市场 其实我们面临到问题 还是跟政治有关 当其他人看待我们 可能会觉得有政治包袱的时候 其实我们能获取的资源很少 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学习这些事情 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作品 有发表的途径 其实照理讲我们应该是饿死的 但是我们活着 然后把身边的一些朋友 也都照顾得不错 那我觉得这个价值就在这边 我们是在台湾市场 也都会变得不错 我们是在台湾市场 也都会变得不错 我们是在台湾市场 也都会变得不错 台湾这块土地滋养了灭火器 他们要继续唱出自己的故事 有了音乐相伴 台日情谊将会走得更深更远